每逢一周的開始都很忙碌 今天很熱鬧 非常熱鬧 我們職業特工隊又來到大家的面前 沒錯 智青人我想考考你一個問題 別考我 自己人考我 很簡單 我們職業特工隊第幾集 25集 厲害 給我們一點掌聲 很辛苦找到25集的嘉賓 真的嗎 繼續還有25集 是的 今天很高興 有兩位漂亮的女士在我面前 當然智青 有朵美花 看都看不到 其實我朵回去留 分別這個耳機是我的 是不是 除了智青之外 很搭配件衣服 今天請來房屋律師 大家聽到宣傳 Donna在這裡 Donna 你好 Hello 你好 大家好 Donna要近一點 和麥克風親密一點 好 講講我們的職業特工隊 固然之每一集都邀請一些專業人士 亦有些比較平凡工作的朋友 今天請到這位專業人士 就是房屋律師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訪問過律師 是商務的嗎 是的 不同類型的律師 有不同的工作 當然有不同的薪酬 固然之今天請到專業房屋方面 Donna 我亦想問問你 房屋律師 專責是做什麼 我們公司 Mobilization for Justice的房屋律師 專門是代表住客 法庭 被屋主告 我們去法庭就代表住客 代表住客 即是去Fight for他們的rights 即是希望他們得到公平的待遇 沒錯 即是屬於私人方面 即是政府樓之類的 就沒有這樣的事 兩樣都會有的 都會有的 是私人的 和政府樓我們都會幫助住客 在你的經歷裏 通常住客有些什麼問題 要上去對博公堂 我想你應該是屋主沒有Hit 東西爛了不整 Daisy講這個問題 其實在唐人街真的有很多屋主 沒有Hit 或者沒有熱水 我們會幫助住客 不過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當然 譬如有些住客 真的有些沒有交租 屋主就去法庭告他 我們有些住客 家裡放滿很多東西 堆滿東西 屋主 因為他不可以這樣 屋主就告他去法庭 跟他說你要收拾好些東西 即是防火條例 屋主就有權 叫他清理他的東西 是的 其實我想問一下 首先讀房屋律師的牌 和其他律師有什麼不同 移民 是否一樣 是一樣的 律師讀那個law school 每個都讀三年 讀三年 讀三年 讀完三年之後 就要去專業學院製作 開始practice law 還是繼續讀law 那三年 熱天的時候 summertime 一般每個都會做internship 在那裏拿經驗 即是你講了三年的課程之後 還是之內 之內 一畢業 就出來工作 即是三年的課程 一邊讀一邊邊做 然後拿了很多經驗之後 就出來做工 但是我知道 法律課程很難讀 有沒有時間又讀又做 又讀又做 很難 但是現在我知道 有很多law school的法律學校 都會有part time program 是讓人平時上班 晚上可以上學 不過時間是長一點 就是這樣 那就是說 這三年的律師課程 讀完大學畢業之後 就去law school裏面讀 那三年一後讀 到summertime的時候 就走去實習 是 那容不容易找到 那些律師行 讓你做internship 很多律師行 他們會去那些學校 找那些學生 那是不是要成績好的 才容易被人找到 是 通常都是 我覺得無論哪一方面的律師 那一定找回那一行 就是你讀過科 難道你找你我和我嗎 那我也是讀過律師 就是我成績差 不找 通常都會 如果有一間頂尖儀的律師行 當然要找一些頂尖儀的學生 去幫助他們 將來也能夠成為他們其中一份子 投資在他們身上 但我又覺得其實這一行比較上 都是幾competitive 我覺得 很多比較 對 還有我做這個公司 是有少許分別 因為我們做這行是 他們的法律援助處 叫做non-profit 跟那些 private 那些律師樓 又不同 是我們做non-profit 不是關於我們一定要賺很多錢 所以他不是去最好的law school recruit non-profit的律師 但是當你去代表某一個租客 是租客還是業主 你是會租客 只是代表租客 一定是租客 當你代表租客的時候 費用是通常租客還是業主 我們公司就免費代表那個住客 他們法律援助 等於是 援助 就是租客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要去上法庭 但通常你都要先跟他們談 可能你不對 無必要浪費時間等等的情況 是嗎 都會有談 我們在公司就會做一個 叫做intake 就是問一下他們叫什麼名字 看看他們的法庭傳票 內容是怎樣 問清楚他們的問題是怎樣 再跟那個住客說 我們怎樣可以幫到他 看看他同不同意 想不想請我們做他的律師 即是做庭外和解 如果搞不定才上庭 如果那個住客想我們跟屋主 或者屋主的律師談 我們都可以 不過很多時候 其實住客來到我們公司 他已經收到法庭傳票 一定要去法庭 我想問一下 你就不是選擇私人的律師樓 你選擇屬於政府的 是嗎 是 你選擇屬於政府的律師樓去做 不是律師樓 是法律援助處 是 其實這一點 不是每個律師都會喜歡做法律援助 因為我覺得錢可能會沒有那麼多 是 還有政府方面未必能夠有那麼多的所謂的case 或者是 就像你說這麼容易賺到錢 是 那你會選擇這個法律援助 你不去自己的私人機構 會有很多人去打官司 因為我記得 我從大學開始 夏季時期都要做實習 我記得夏季時期都去過 那些公司 我記得幫助那些小朋友 真的很有意義 還有很多人真的需要我們幫助 他又很感激我們 很感謝我們幫助他 我覺得有一種滿足感 正義感 對 正義感 所以之後 我要考慮入法學院 入法學院的時候 入了一間法學院 就是幫助社會的律師 待會回來之後 我們跟Donner談談 如何入法學院 以及他為何會選擇 做房屋這方面的律師 對 為何不做流氓律師 對 爸